本期节目由好好、好学校赞助播出 职场里最让我们烦心的 未必是工作太多或是工作太难 反倒是类似这样的难题 比方说为什么我有很好的点子 老板却不买单 或者是想跟老板谈家薪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职场难题 到底该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呢?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堂 有好好、好学校 与刘亦游老师共同开发的线上课 课名叫做刘亦游的职场制胜赛局 从洞察、图围到创造有力局面 这堂课不谈复杂的学术概念 而是将赛局理论的思维 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目的是提升你思考、表达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论是谈家薪、升迁、甚至跳槽、创业 都能借助赛局思维来做全盘性的思考 刘亦游老师曾经担任过高阶的商业幕僚 他将过去十几年的实务经验 透过完整八小时 还有十二堂主题课程 以及情境案例 教你如何把赛局思维 应用在工作与生活当中 让你在遇到难题时 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甚至能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脱身 即日起到6月27号前参加 都能享有优于三六折的现实募资优惠价 输入大人学专属折扣码 Small Talk 还可以再享有300元的优惠 欢迎到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查看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Brian 如果你常常看大人学的文章 上大人学的课 或是听我们的Podcast节目 你应该常常听到我跟Joe 常常讲看懂局这三个字 因为我们认为 人生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赛局 赛局简单地说 它是一个整体像下棋一样 你要搞懂游戏规则 你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才知道怎么跟周围人互动 这个可以说是大人学的 一个核心精神 很多同学也就是 常常把看懂局 选策略挂在嘴边 今天我特别请到 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其实我们并不是 一起发展课程的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讲师 他自己有他自己内容 跟发展课程的专业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 不约而同 这位老师 他也非常讲到看懂局 而且他的观念 很多时候比我们讲看懂局 更具体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 知名的讲师跟顾问 刘亦友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 哈啰 亦友你好 哈 喂 你好 还有Smart Talker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亦友 可不可以请你先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过去的工作经历 还有你的专业 OK 我其实过去和大家一样 都是一个上班族 在这个足克的半导体厂 工作了大概十多年 是 不过我只待过一家公司 那我从里面 最早我是统计背景的 所以从这个所谓的 大数据的这个系统开发 然后一路做到这个系统的设计 到业务 行销 最后就是这个策略幕僚 然后大概六七年前 我自己出来创业 那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是在于 已经成家了 有了小孩 我想要改变一下 这个生活的节奏 跟时间的管理 那毕竟过去就是 也是一个工作狂 可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没有问题 可是有了小孩之后 这个显然是不太行的 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变得很重要 对对对 工作跟生活平衡是蛮重要 所以我后来做一些抉择 我发现到 业界好像没有可以 荣生之处 就是因为你已经当到 这个策略无聊 大家都希望 你能够全天候的 服事这些大老板们 而且你做得越好 你公司越长 没错 而且那时候就是 公司是比较国际化的 所以可能下午三点 欧洲就上班了 然后晚上七点 美国又上班了 所以你变成是说 不见得是 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可是你的时间 会被切得很凝税 对啊 你不可能跟老板说 不好意思 我先去帮小孩 换个尿布 然后再回来工作 所以在这种两难之下 我后来选择就是 另辟吸睛 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置顾者 就是一样在做 这样的工作 但是我不再服务 一家公司 我可以服务更多公司 可是时间是更自由的 等于你自己也变成一个 一人公司 一人事业 可是你可以服务更多人 没错 没错 OK 所以那你 刚刚说是六七年前开始 是不是 对 那你在 你一出来就是当讲师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就是用过去的经验 我的第一年 就是什么都没做 我就是在观察 了解这市场 那其实就会 参加一些讲师的聚会 顾问的聚会 先了解一下 对对对 先了解这市场 到底玩的是什么样的局 有哪一些厉害的角色 游戏规则 跟大家应对的方式 我后来发现到 我不想当个讲师 我也不想当顾问 我更不想当教练 可是这些我都可以做 那可不可以 我不要这样子 垂直的去切粉 我可以水平的 对我来说 这都是解决方案的一种 然后看懂局之后 发现到 好像还没有人真的这样玩 可是国外其实有 你所谓水平是指说 挑一个领域 可是顾问 讲师 教练都做 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提供一个 全方位的一条龙的服务 那我就是那一条龙 我懂 就是说 传统的想法 就是当讲师 就是只做这条路 对对对 顾问就是只做顾问 对就是讲师 就是负责讲课 对 我不负责帮你解决 你实务上的问题 那顾问刚好相反 可是我可不可以用水平的切分 我从问题出发 比如说 员工的这个工作报告 怎么样让老板更满意 那我可能需要一些 培训的课程 我需要有些顾问的辅导 甚至有一些 比较精英的员工 我需要一对一的 进行教练服务 那我都可以提供给你 所以就是问题导向 反正你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 只是说 呃 讲课 顾问 或者是教练 只是你的一个手法的选择而已 没错没错 这只是说在 呃 因应这个解决方案 我要扮演的角色 那刚好可以跟我过去的经验结合 以前就是在解决 一难杂症 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 呃 你要问你说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可能会说是统计啊 数据分析等等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 就叫做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者 对 那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找医友 找医友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你看好 你从这个上班族啊 主管的生涯 要转换成 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你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去观察 所以这很符合你 在你的文章 跟你的课程里面 常常讲到 要把局势先搞清楚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一年你做了什么 你是怎么看这个去 因为你可能想要踏听 这个顾问讲师的领域 可是你没有做过嘛 所以你花了一年时间 在旁边观察 大家怎么玩的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 你这年 你是怎么观察 我觉得最难就是这一块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你就先看看 能有哪些课可以上 这是最快的切入点 就是透过上课去认识讲师啊 认识这些同学啊 第一年出来的时候 遇到是谁 孙志华老师 但他现在已经是院长的 我记得我大概六七年前 也有到过大人学的教室 是在另外一间 是 对 那时候还有去过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认识 一些讲师朋友 然后去了解一下 假师这个行情是怎么算的 我就了解了 是从终点费 再乘上这个时数 然后再乘上几堂克 所以一年 跑不了这个几百个小时 我想这还真累 那我可不可以 转化一下这样的价值链 好像顾问不是这样算的 顾问当然还是有分时数 但是他是从这个 你能够产生的价值 再乘上你分论的比例 我可不可以把顾问的这套模式 拿来讲师再用 顾问有些时候是算那个案件的 对 算案件 然后就是说 这个案件 我可以帮公司创造多少的营收 那我分个五分 对 这也是一种模式 我就会跳脱了这样 时数的一个限制 否则的话 我自己的了解 就是讲师的终点费 大概起薪 大概就是几千块 然后顶到头 那种顶级的讲师 了不起就是 差不多五位数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太累了 有没有可能突破这限制 那就改变这个脉络 了解 所以你还没开始当讲师 其实你就把这些资料都收集好了 然后你去想说 要是我来做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我也认识很多人 想当讲师朋友 他听到这个讲师中年费 有几千块到几万块 他想法跟你不一样 他心里想 那我接很多课 我不就赚翻了 真的 可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在想 这个东西不是赚翻的问题 是我会太累 最后又没有顾到家庭的小孩 没错 没错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已经四十岁了 我就确实 对 那我能做几年 到四十五五十岁 还有人要这种老讲师吗 你还没开始当讲师 其实你已经想到了 讲师后面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因为你会发现 你年纪越大 大家都叫你上课 你会发现 你其实是在卖命 用你的体力去赚 所以你那时候一定要想 有什么杠杆或其他的方法 可是你在进讲师之前 你就已经预测到这件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看懂局的力量 否则一般人说 讲师赚好多 我也要来干 他不会去想后面那一步 没错 那我们会想比较远一点 因为以前 习惯了做策略规划 老板就是这样你想 可不可以想五年后 十年后 虽然说它不见得会发生 但是你想过之后 你应变上会比较快 然后有一些 我们说策略 其实是在选择不做什么 很清楚 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知道我不做讲师 应该说 你可能还是会教课 可是不是那种传统 用终点费时数算的讲师 没错没错 那与其讲一天的课 我可不可以只讲 两个小时的演讲 好像就比较轻松 但是我怎么样 把这两个小时的价值 发挥到最高 是 对那就往这个方向 然后就是一年一年 会设定一些目标 对其实我一开始 有会去画一个 所谓的策略地图 那这在策略地图上 我就很清楚 比方说写文章 对我来说是什么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讲课 出书 顾问服务 这些代表是什么样的角色 有一些是扮演行销 有一些是扮演 你跟这个社群 接触的一些广道 那有一些 就真正就是 所谓的收益的来源 那我要守的就是这一块 那另外一块 其实就不是 你赚钱的地方 那你要保持互动就好 听到你讲这段 我突然发现 我应该请你来上第二次节目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平台 叫数位有目 谈的就是 大家怎么从上班族 变成一人创业者 一人公司 我觉得我应该在 那个节目要请你 再来上一次讲这些细节 这确实很重要的思考 很多人其实想要创业 或是想要做这个自顾者 都没有想到这么深远 这是蛮重要的 不过今天我们请刘老师来 其实主要是希望他能 用这个局的理论 能不能帮我们一般的上班族 解决一些很常见的问题 我觉得应用是很重要 我们常讲什么看董局 在基于理论书 前证书了好多 大家看了一大堆 然后什么纳许均衡 囚徒困境 很多人都朗朗上口 可是问题是怎么用 我们平常上班 对不对 又不会遇到什么 囚徒困境 对不对 实际上要怎么用 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上班族 最常被很多同学遇到 就是说 他说他上班的时候 提了一些建议给老板 可是老板都不听 然后最后老板就一意孤行 做了之后搞砸了 老板还回来骂这个员工 说你怎么当初 没有提好的方案 他气都气死了 我平常给你方案 你看都不看 听也不听 最后搞错了 又怪我 像到底在职场里面 我们常常讲要发挥影响力 最重要就是要影响老板 怎么把看懂局势这件事情 用在影响老板上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通常会说看懂局 看懂局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想要轻松一点 就是可以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但是如果我说 我想要干一点大事 我想要逆势而行 我想要像这个诸葛亮一样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么你就可能要进阶去懂一些 什么样的破局或是造局 不过我们先回到最基本 就是你得先看懂局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人 会觉得说我有一个好的想法 老板怎么不接受 甚至还骂我 可是我觉得 大家可能要先去 理清一个观念 不是好的想法 就会被接受 而是被接受的 才是好的想法 可是这样好现实 问你老远就不接受我的想法 这要怎么办 没错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真结点 可能大家不妨思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 你表达的方式 你输出的方式 到底正不正确 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 都是用思考的逻辑 在进行表达 可是这时候 对方是听不懂的 因为他没有你背后那些脉络 你可能想过很久 大家想想看 你可能想了一个礼拜 然后你要对方 在两分钟之内 听懂你过去 一个礼拜所想的东西 这个难度是很高的 那在大量的浓缩 或者是精简 这些资讯的过程中 你怎么样保留 这个核心的逻辑 其实这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 表达的课程 或者是所谓的逻辑框架 来帮助你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真结点 就是我们都是用 思考的逻辑 才进行表达 可是第二个真结点 就是你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 你可能说是好的想法 可是对老板来讲 他觉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我有什么好处 人不会对跟自己 无关的事情 是有感兴趣的 这个很重要 很多上班族他 当然他在思考的时候 有可能有想到 对老板的好处 可是他在沟通的时候 他忘记去从老板的诱因 跟好处来推销这个idea 没错没错 就是我们不管是沟通讨论 或是任何的这种对谈 其实都是要先 跟对方建立这个连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方会更愿意去听 可是如果说你讲的东西 这个好处你可能想过 这关联性你也想过 可是这放在你心里 老板不知道 他就一直听一直听 就好像跟在你后面 在走这个迷宫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走 那其实这个耐心 就被磨完 我自己也是 我像我最近在看 我们公司的同事的简报 我们大人学有一个团队 是专门做企业内讯服务的 然后他们每次要 对客户做简报 来说服客户 买这个老师的课程 然后我就发现 有一些同仁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简报 介绍这个客人讲了一大堆 却只字未提 对客户有什么好处 对啊 这个课上完之后 对你的员工有什么好处 都没有提 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 应该是第一个 要提出来的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真的就会忘记 没错没错 就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跟很多人学 写那个履历 一样的概念 对 都会觉得我很专业 我很专业 我能力很强 我会很多东西 对 可是对看的人来讲 这跟我有什么 对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关心 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能不能更快 更便宜 做得更好 最常见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写 我是个热爱学习的员工 你热爱学习很好啊 那你老师应该很为你开心 可是跟我公司有什么关系 我要给你薪水 你来学的吗 对对对 你可能应征这个硕士棒或博士棒 你说你热爱学习 这很好 可是来工作 应该说我热爱解决问题 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 或者你可以说热爱学习 可是你要说 我因为热爱学习 所以公司可以把最新的 比如说AI的什么研究 交给我 好之类的 这个公司有价值 对我觉得要分清楚这个目的还是手段 对对对 学习对应来说是手段 目的是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跟一样说 我的目的是来学习 那老板就觉得那手段什么 我要付你薪水吗 是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 就是您刚刚讲的第一步 就是要试局 你要了解 你要影响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们双方之间厉害关系吗 你去投履历 你当然这个履历 目的就是个广告 你当然要写 对方为什么要嗨你 这个就是局势最重要 我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这也是常常被同学们问到 就是加薪 有些这个同仁他在公司里面 他觉得他自己很努力 对不对 常常加班 然后老板交办事 他都有做好 可是好久都没有加薪了 然后 他想去说服老板 要不就是不好意思去说服 或是不知道怎么 怎么去讲 所以就 就卡住了 那更知道的是 他去讲了 好老板 我好久没有加薪了 我很努力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 拉一拉薪水 老板说 为什么我要给你加薪 你有比谁努力吗 然后最后就很尴尬 就没有加到 像这种问题 我们能不能也用 这个看懂局的方式 来去分析 对这个也是 其实也是一个局 而且它是一个 囚犯的困境 哦 是个囚犯困境 对囚犯困境 其实我们这边先不谈 这个是在讲什么 但是它最主要核心的精神 就是因为机制的关系 因为组织的机制 跟彼此信任度 没这么够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被迫 做出一些 我们不愿意做的选择 比方说加薪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心里 是希望加薪的 也希望老板答应 可是我们潜意识里觉得 老板是下对上的关系 老板一定会拒绝 基本上你心里 就已经先打了退堂股了 对 我觉得你这个点很棒 我们去找老板加薪 很多人其实已经预设书 好像我跟爸妈妈 要零用钱那种感觉 光是这样想 心里压抑就超大 而且就觉得跟人家要 对啊 就觉得理亏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 我们是一个对等的 对 不是在跟你谈加薪 而是我想要跟你要加薪 或者是我想要骗到你 其实你这个心理 上面就已经弱了 难怪就会结结巴巴 不敢讲 对 那老板就问你一句 为什么 然后就卡住 好 谢谢老板 没事 我先离开 因为我想要更多钱 都讲不出什么好理由 对 你得讲得出来 其实老板问这个是合理的 就是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你值得 你值得加这个薪 如果你讲得出来 我觉得老板 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是 对 其实我自己 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帮自己去调薪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你当时怎么做 调薪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这个 对等的实际点 你有需求 你需要他 他也需要你 你这段等一下 我要叫我员工 把耳朵捂起来 好 开玩笑 继续说 对 你看 想想看 平常我们加薪的时候 是老板没有需求的情况之下 你跟他索求 那就是一个不对等 是在请求 可是什么时候 这个对谈 或所谓的这个谈判 或者是所谓的 Nicotian Asian 会成立的时候 是双方都有索求 所以最好的一个 提出的一个点 可能是他有求于你 比如说有个大型的专案 或者是有个任务 非你不可 可能麻烦你加个帮 或怎么样 你就跟他说 可是这个 我可能还要回去照顾小孩 我妈妈身体不好 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 对 然后他就会 就会讲说 那会给你一些补偿 那你这时候就顺子可以提出来 那是不是可以加薪 还是说 加薪可能难度有点高 可以拨个奖金 或者是说 下一次有让我机会 可以参与一些大的状案 这个观念 我可能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时候不是实质的金钱 是个好事 有时候参与一些大型的状案 这个战功反而会影响你 未来质疑 上面更好的一个发展 对 那我们第一个 要能不能拿到加薪 不行的话 可不可以一次性的奖金 或者是参与这个 比较重要专案的机会 而且你给他三个选项 他想一想 好像是可以 而且我现在有求于 你没办法 我得妥协 那这时候 成功之后 后面就会比较顺利了 那我就是透过这样 就是找到这些关键的时刻 因为在职场上面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是有能力的 你一定会常常遇到这种 你觉得被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不可以凹回去 可是很多人都是错过 错失了这些机会 我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默默的做了 真正机会出现的时候 他没有去注意 然后反而自己脑子 以及小剧场 一直在想 哎呀我要怎么叫老板 给我多一点钱 对啊对啊 就是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懂不懂得去把握他 这个我觉得我太认同了 因为我自己 在创业之前 我有15年的 当上班族的经验 然后我也换过很多工作 其实我 从来没有任何一次 我要求我的厨管 给我加薪 一次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 我老是要怎么做薪资谈判 我觉得薪资谈判的重点 不是用嘴巴去谈 而是你要像 呃 刘宜友老师刚刚讲的 你要造一个局 让老板很需要你 那时候你就轮到你开口 对 对 像我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去 跟老板说要求加薪 好 我想进这家公司 我就进去了 他给我多少 我就说好 进去之后呢 我就会很努力 去拿那种特殊的机会 大家都不要做 或是这个案子 很重要很麻烦 我都会自己去争取 然后我也没跟老板要钱 然后我会把这案做非常非常好 然后最后时间差不多了 好 这个老板开始变得 很害怕我离职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我会 或者是说 他觉得这个员工拿三万块 可是他做了十万块的事 他一定会被挖角 通常就是老板自己跑来说 哎 Brian谢谢你的努力 我甚至还曾经 在同一家公司 薪水被翻过一倍 没有换公司 就是同一家公司老板 自己给我加一倍薪水 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觉得太晚给我加 我说好 谢谢你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一开始 就是掌握住机会之后 那后面其实 这个关系就成立了 是啊 其实到后来是老板 怕你离开 对 他紧张赶快给你加 还怕加少了 对对对 那你要做的就是 怎么样在创造更大的价值 是 如果你搞懂这个游戏规则 从局的角度来思考 很多行为模式 判断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刚刚讲的这个市局 我看到你的文章里面 其实它是 借由局势的力量 这其实是有个过程的 先市局 然后再这个破局 然后再造局 你可不可以针对破局造局 这两个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啊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市局 其实就是看懂局 先看懂这个厉害关系 跟这个游戏规则 还有每一个人 可能会采取行动之后 我们用哪些对策 那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我就是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通常 不会有太好的机会出现 就是平淡的过这一生 没有大好也没有大坏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改变 你想要方转人生 你想要有更好的机会 更好的挑战 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学习 怎么样去破局 这个机会本来不是你的 你把它变成是你的 本来这个案子可能是失败的 结果被你做成成功了 所谓破局就是扭转这个局势的意思吗 对找出这个破局之道 好像看起来前面只有两道门 一道是悬崖 一道是刀山 好像都没有办法走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方抢过去 找到第三条路 去找出这个新的可能性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重新去看待这个问题 重新去看待问题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其实这个叫做破局 然后呢 那破完局之后 其实我看懂局了 我找到问题所在 我也有解题的方法 可是这一切 其实都停留在你的脑袋里面 只是执三堂病 很多人想好说 可惜我就是没有资源 没有冷卖 很难做到 我还是算了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去造局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 不是有两部戏很红 就是有什么造后者 造烂者 其实那个政治上面的幕僚 就是在享受这个造局的一个挑战 我怎么样把一个素人 营造成这个大家都很拥戴 或者是怎么样让他争取到这个 本来不可能争取到的机会 其实对于每个职场工作者也是一样 你可以去造局 去创造出专属于你的机会 我们现在常常是说 像竞争好累 就是大家好像越来越怎么样 过度竞争 那其实你可以去想想 我可不可以在一条 这个只有我自己在奔跑的赛道 创造出这条赛道 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步调去走 根本就不需要跟人家竞争 就好比说我现在在做的 我不是讲师 我也不是顾问 我更不是教练 我就是一个知识的自顾者 那我就是走我的 其实坦白讲 我现在一路上 我根本就不会遇到任何竞争对手 然后跟企业提案 也从来不用比案 都是他们主动要约 那我就是报价 然后约日期 OK就谈定了 根本不需要去讨价还价 我也蛮有感的 因为当时我跟我的partner 只有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经历一个跟你很类似的过程 我们可能在市局方面做的研究可能还比你少 我跟就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有一个行业叫做讲师 那我们当时想的很简单 我们也没有说要去做哪一行 或是我们要创立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们纯粹就是因为我们多年来跟很多上班族的结束 我们发现了他们对专案管理遇到很多挑战 然后他们对于职场问题人际关系遇到很多挑战 然后呢我们常常在部落格上给他们回答问题 这到底是属于哪一行 或者是他是哪一个领域 有竞争者是谁 我们其实都没有特别去想 我们纯粹只是想 既然你看懂局了 发现很多上班族都有一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你可以用文章 可以用podcast 可以用课程 可以用顾问 然后我们公司就运气很好 一路看到今天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Brian你们当然学的竞争对手是谁 每次这个问题都有点难倒我 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们没有实质 真的跟我们在做一样事情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你讲 其实最后你看懂局 你就发现问题点 你就找出一些解决方法 就是破局 然后最后你就努力的去 救你的专长 救你的热情 去提供一些选项 最后这个局势就属于你了 对 我听刚才不让人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这反倒是一个看懂局 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其实这个行业竞争 并不是在跟职业讲师或职业顾问竞争 而是你跟这个客户之间的问题 你能不能看到他的问题 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其实他就好像经济学上面有一个理论叫做结构洞 我找到这个结构洞 我搭起了这个桥梁 对 但是别人看不到 或者是他看到 但是他没有能力走这条路 所以这条路就变成你的专属通道 对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你看懂局之后 甚至不用破局 你只是在造局 因为没有局可破 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你的唯一的挑战 只是要把这个客户啊 学员的问题 把它很好的解决 对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好 因为让我想到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在学校里面 呃 班上一定有个第一名 有个第二名 你如果是第二名 你就代表你成绩比不上第一名 我们好像把这个世界都 呃 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排名 不是谁输 谁就是赢 第一名跟第二名 班上最强的两个同学 一定就是互为竞争者 因为只会有一个人第一名 可是真实在职场 在这个世界里 很少是这样子的竞争 而是有无限多个结构洞 等着别人去补起来 对不对 反而你应该 要像易游老师讲的 你先去看懂去 知道哪些人有这个问题 然后你要怎么去提供解方 好 然后你怎么去运用你的才华 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其实并不是说 呃 有一个人当了讲师 你就只能当第二名的讲师 其实不是这样 那老师你自己在 呃 做很多辅导的过程中 可不可以举一个 呃 你最近比较 这个 这个常碰到的一件一个例子 好 把这个 呃 市局 破局跟造局 大概把它算起来 是怎么样帮助你的客户的 好 呃 其实我 前面一段时间 其实还蛮惨去南科了 那我发现到南科 好像 大家会觉得 呃 这个南科好像跟主科一样 都是高科技的公司 可是我发现到那边蛮多公司 他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高科技公司 就是我本来是个床厂 我是在做这个脚杆 或者是做这个杆板的 对 然后只是因为 呃 有一天台积电来找我 对对对 我就莫名其妙变成高科技的供应链 对 好像是这样 台湾台湾好像也很多 呃 隐形冠军 他其实就是接了一个Apple公司的单 对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被逼着往高科技 对 然后这个Apple也好 或者台积电 每天都来那个集合我 对 要求你这个技术升级 然后就一直生生生 生着生着 诶 奇怪怎么连外国客户都来找我 都来了 然后他们老板就很担心 我不知道我的钱怎么来的 我的股价一直涨 我的营收一直成长 可是我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做 是不是有一种那种 类似冒牌者争后群 就觉得我成功了 可是我怎么成功的 我好害怕 对他们坦白来说 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一开始可能只是维护这个零件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零件越做越多 他说 我刚才整机我都可以拼凑出来了 然后自己也吓到 对自己也吓到 然后可是外国客户来 结果发现到 员工自己的业务 英文都不会讲 然后要去进修这个英文 要学这个简报 学很多各方面的技巧 所以他们其实蛮恐慌的 不像我们很多会认知说 好像很多企业是怕这个竞争力不足 没办法创造这个营收 没办法活下去 他们是活得很好 可是越是这样越害怕 很怕是说哪一天 对很怕哪一天台积电不要我们的 Apple不要我们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一直想说 老师那怎么办 我们这样好像根基不足 可是就被迫站到这个大舞台上面 那怎么样可以协助我们去了解这一块 还是得先看懂这个局 把这个整个产业链画出来 那想想看 你在扮演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是不是很容易被取代 先有个底气垢之后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还有几年的光景 这个是不是因为你价格的优势 所以不容易被取代 如果是的话 其实这个大概就有两三年 那在这两三年之内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把自己的这个护城盒给租起来 然后你就发现到是好像不是这么容易 那我们就要寻求这个破局之道 自己搭不起来 我可不可以去并购别人 去并购一些体质好的小公司 因为现在可能有实力了 对对对 现在我有钱 那我还怕找不到人才 人才不好找 那我直接把有人才那家公司 直接买下来 那这样就是 这就是一个破局之道 因为他们想想好像有道理 那就去寻求这些小公司 一些新创 直接把它整并进来 整并进来拿破局 那接下来就是要怎么去做 不然只是停留在想法 直善谈兵 所以他们就是去上科 或者是找一些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让他们来负责的执行 包括说你要并购 你也可以找这种专业的机构 而不是自己直接去谈 就可以谈得成功 所以让他们去 去试着去做这样一个转型 对 这个是我看到蛮多南科的一些产业 就是那种股价 可能都是几百块以上 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厉害 可是实际上 他们有他们担忧的地方 你介入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整公司 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他真的可能 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厂 家庭工厂 然后他们有技术 也有产线 可是他一下子被提升到 产业链的蛮重要的地位 这时候就面临一个 很关键的转型 如果他能成功借由这个机运 他很可能转型成另外一个红海 对不对 没错 可是万一没有顺利转型 他很可能就被打回原型 哪一天苹果找到另外一家 也一样的公司 就取代掉他们 他们真的就很可怜 明明这个掌握了一个浪潮 可是却被浪整个按在海底 对 所以你必须看董局之后 不是说只是很盲目的去冲 你还是得想好 你的风险的备样是什么 就是我万一失败的话 我必须要对每一个不确定性 都有一个对策 这样子的话 可以确保自己至少输得起 我不会输到爬不起来 只要能爬得起来 都还是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是企业面对的问题 而且蛮多我觉得 就是以这个市局 破局跟造局来讲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市局 很多企业 不只是中小企业 包括很多大型企业 他们不缺解决问题的人力 我是一开始的问题 看不清楚 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 面向不同 或者是人太多了 所以就看不清楚 就没办法定夺 就好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就是如果没有方向的话 任何的风都是逆风 对真的 没有任何风是逆风 对那那就变成是说 好像四面都是受阻的 那其实你就要帮他们点破 找到这个方向 后面他们其实都知道该怎么做 是 对 真的什么顺风逆风 我是说真的是看你怎么想 如果是这个顺风 你是一条船 这对你有帮助 可是逆风 如果你是一架飞机 反而更能帮你起飞 对 那我好奇 刚刚您讲的是 您真实这个辅导国客户的案例 如果是个人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遇到一些学员 他们可能30岁上下 然后也待在公司里 公司通常也都不错 可是他们到30岁 他就有点卡关了 比方说他 想要更好的位阶 想要拿更高的薪水 可是他在公司里面呢 有点不上不下 说技术可能也不错 可是大概也不是全公司第一 说管理能力也还行 沟通能力简报都还行 可是也马马虎虎 可是最糟糕的是 他们不知道自己 到底想要出来创业 想要做一人公司 还是要在原来的公司 继续打拼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同学 就是他连 你问他质押有什么问题 他其实也讲得太出来 可是总觉得就是 人到30号 好像就会有一些迷惘 就想说 我的朋友有的买车买房 结婚 可是我现在就不上不下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用 市局 破局 还有造局这样的方式 来帮助他的质押 可以找到一些清楚的方向 OK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差不多也是30岁那左右 工作了大概五六年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撞墙气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蛮早就看到了上面的世界 看到就好像 好像就这样 好像不是自己要的 这真的是我要追求的吗 对对对 那我就很迷惘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离职 离职 然后老板说 你不要这样 就是我帮你保留 你休息三个月 对对 然后再回来 再回来 然后我那三个月就是什么都不做 因为我觉得 有一句话叫做单局者迷 其实你困在这个局 你们也是很难看清楚的 就像那个囚犯困境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局中 你必须要先跳出来 先离开这个局 然后让自己放空之后 再重新去审视自己 比如说很多人他之所以会想说 我要继续深造 继续往上爬 成为管理者 还是一个专业的工程师 或者是自己创业 自己出来做 这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更多的是 他没有想过这些背后的风险是什么 可能这些都会有一些诱惑 可是他的风险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去两项平衡 如果说你学过这个局的概念的话 你就会画出一些路径图 比如说第一个路径 我可能能够享受到的愿景是什么 我必须付出的成本 我可能要成长的风险是什么 其实把每一个仔细想过之后 你再比较 其实你心里很有底 我们不是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而是先把我们不做的那个删掉 甚至有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我不能三条路一起走吗 对 如果让我的选项越多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不需要去做抉择 我可以做选择 这是我后来呼到 就是说很多人是说 你要自律 自律才会带来自律 对啊 如果我可以自律 我干嘛还要自律 我财富自律的话 我根本就是 根本不需要去选择 要干嘛就干嘛 对 我从来就不用去看这个价钱的标签 那其实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如果你 我又可以当讲师 我也可以当这个上班主 我甚至也可以自己当老板 我爱选哪一个选哪一个 或者是我三个一起做 我开一家公司 我拿员工帮我工作 我自己去讲课 也是可以啊 就像大人学 可能就像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不能一起选 其实你就发现到 其实很多的限制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真的是这样 对 可是问题来了 老师刚刚讲的这样的概念 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你提到了一些 似乎是思考的工具 比方说你要把这些选项画出来 每一个选择后面的代价 还有你自己到底要什么 你刚刚有提到 会画出一个路径图 对不对 所以老师你自己 在思考趋势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利用这些赛局的工具 没错 可是我们一般人好像 对这些工具比较陌生 好 所以呢 这个我看到老师有跟这个 台湾算是应该最知名 最大的这个线上课程平台 哈豪 今年有合作一门课 就叫做刘亦友的职场资深赛局 这门课程是不是就是谈 你刚刚讲的这些工具 还有思考的方向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没错 这门课其实就是 我看到这个市场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课程 而且这几年 大家很热衷这个学习 可是我也发现到一个问题 上了这么多课 学这么多工具 为什么还是过不好这个日子 对 问题还是解决不好 讲义堆的很高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欠缺一些什么 因为有学生会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 你可以把问题看得这么清楚 你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为什么不行 是我能力还不够吗 我说不是你能力还不够 而是你把问题看错 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大多数问题 都是跟人有关 只要跟人有关的互动 人是活的 不是说你做任何动作 他都是一样的回应 他是会跟你互动的 所以只要有人 地方都有赛局 所以我觉得 我跟其他人的差异在哪边 我觉得核心是在这个赛局的思维 怎么样去试局 怎么样去破局 怎么样去造局 所以我就想说 打造这样的一堂课 我不是在教你新的东西 而是把这个赛局的思维 融入到你已经会的这些思考 表达跟问题解决 所以我就用这三大主题 从试局 看懂这个局势 找出真正的需求 然后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该解决哪些问题 怎么样去破局 破局之后 你还是得去要资源 有时候我们有了好的想法 我们有好的对策 可是你要怎么样去执行 你可能需要资源 所以我们就要懂得去造局 去争取到对方的支持 或者是我们必要的资源 让这件事情真的发生 所以就是这样三个大主题 然后12坦克 这12坦克你会发现到 好像跟你过去所学到的 都有 比如说简报 比如说沟通 但是我这边要告诉你的 简报不是你所想象的简报 我们要求的是精准的简报 是为了目的导向 可以真的是达成这个目的 而不是一场华丽的秀 对 那沟通也是一样 沟通我们常常说 很多人会学这个逻辑的沟通 跟你他讲道理 可是你也知道 有时候这个不对旁 对对方不讲道理 再有道理也没用 对 就是不讲武德 我们就只能讲那个武力了 他不讲武德 对 那有时候不是讲道理 还会跟牵涉到价值观跟信念 所以我们必须理性跟感性兼具 这样子的话就是从赛局的思维去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那双方都是很舒服 而不是强硬的 要求对方被说服 因为我们所处的人生 其实是一个无限的赛局 今天你赢了他 下一次他会不会逃回来 一定会 从赛局就知道说这样 所以你绝对不要赢了人家不敢行 而是让人家心悦臣服 就是双方是达到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因 对 那所以就是这堂课 就是按照这三大主题去做一个铺陈 然后希望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学以之用 去发挥你既有的这些技能也好 或者是更好的应对 不管说你是职场上遇到卡关 还是说你想要先争取更高的机会 甚至你想要出来自己创业 我觉得这些都会帮助你更好的看懂局 找到破局之道 甚至是创造你自己想要的局面 对啊 我们当然学讲看懂局讲了很多年 可是我们自己倒是没有专门的一门课 讲这个局 反而是刘易老师把他开发出来 很期待 然后我听刘老师这样解释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 对不对 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书本 课程 教材 我们常讲学习有三个阶段 从知道到得到到做到 可是大部分的课程还有书籍 比较偏向让你从读之到知道 然后顶多到你得到领悟它 可是你这门课程比较偏向得到之后到做到 对不对 这一块确实是比较少这一类的课程策略的 我这样理解对吗 我认同这种说法 那我这边的话可能稍微把它做一些修改 我希望你可以从里面从知道 理解再到认同再到采取行动 那所以要采取行动的话 你一定得去实践 那所以我透过一些案例 我觉得就是传统的学习都会去学理论 学方法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我希望把它反过来 从日常生活或者是真实的案例 去带出你所需要知道的知识 或者是关联 然后透过一些实作 比如说作业啊 比如说这些我们有陪跑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 的一个计划 其实这门课程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就是有一个21天的陪跑计划 OK 那为什么是21天呢 因为有个理论是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21天 里面包括说 有个课表 可以让你去按照这课表去做学习 然后我们也会间隔 在里面大概有七场的直播 会帮你做一些这个课程的重点的提醒 这个作业的回馈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QA问答 那你问到宝 那这样真的很不错 对就是说 你可以跟着这个走 当然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课程上架之后 可能也许一个月后 你已经有稍微看过之后 再来参加这个计划的话 我相信可以大幅的增加 你不管是学习的意愿 或者是减少你这个学习上面 一些焦虑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 因为有老师可以回馈你 甚至你可以听到其他同学的回馈 就是创造一个共学的氛围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就养成习惯之后 你就可以靠自己自学了 其实还是要回到你自己 而且最好早一点加入这个课程 更可以准时加入 这个21天陪宝计划 对对对 这个陪宝计划之外 其实你还是可以透过课程的作业 跟老师做一些互动 不是说你没有参加 就好像就不能互动 那最基本就是你学习 有些回馈 这当然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 有机会跟大家群体一起学习 来拉着自己往前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这是个很好的课程设计 我觉得学习过程最怕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到底学对了没有 或做对了没有 这得需要有老师 或者是别人来告诉你 有时候老师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对象 反倒是走在你前面 一两年的这些前辈 会是你最好的学习对象 所以我是希望去创造出 这样一个共学的一个氛围 老师帮你解决问题 同学也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目的是让你真的是可以往前一步 去学习自由 所以你是说这门线上课 有机会跟老师跟同学 进行一些互动 会的 那还不错 因为线上课程跟实体课程 最大的弱点 就是它比较难跟老师 还有同学互动 只能自己默默在那边看影片 可是这门课是可以 有机会跟大家拉成一个社区互动 我相信改变有两个路径 一个是从思维上改变 然后带动你行为上的改变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行为上改变 再带动你思维上改变 我希望是能够双广气下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 适用某一种方式 比如说像学游泳 有些人他先知道理论之后再去学会 可是有些人就是先有了再讲 再反过来听到这个理论 我知道怎么样去进进 所以每个人的学习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就是双广气下 你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学习方式 好 那最后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从去年开始 很多人说是AI的爆炸期 甚至人类因为AI 越来越靠近那个奇异点 很多职场上的伙伴 大家都在担心 我是不是工作 过去你就被AI取代掉 针对AI的发展 还有相对于我们职场上班族的一些挑战 老师会不会 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给大家 好 我相信这个大家蛮有感 因为昨天大家看了一个发布会 对 刚好OpenA昨天又有一个发布会 然后很多人就说 我以后不需要男朋友 不需要女朋友了 直接跟他对谈 对 因为他已经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了 还可以把小孩子放给AI 让他跟小孩聊天 我相信大家就是一折一席一折一忧 就是这个恐慌一定是会有的 可是我会觉得是说 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取代竞争的角度 就好比说我们不会去跟汽车 飞机去比快 那同样它其实也是一个工具 或者是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有智慧的物种 我们不会想要去跟有智慧的物种竞争 你不会跟你身边很聪明的人想要跟他竞争 而是跟他合作 跟他学习 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反过来想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跟机器学习一些什么 其实我自己有学习到蛮多的 包括说这个知识怎么样去转化 怎么样去记忆 从他们运作的机制来反过来 帮我更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的是说 怎么样跟他协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就是有两个人在森林里面 背一只熊追着跑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要被熊吃掉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 我不担心 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 对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其实取代你的并不是AI 或者是任何的工具 而是会用AI的人 可能你发现到旁边那个 你一直觉得你瞧不上他 他不如你 结果他会了AI之后 马上把你超越了 其实美式科技的进展 都是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 我觉得 就是你看以前 你这个写字写得漂亮的人 在公司里面 老板会觉得你很棒 可是后来发明了电脑 自写的丑跟漂亮 突然就不重要 会打电脑的人才赢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状况 没错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Windows 3.1刚出现 Office刚出现 那时候又这样 也认识说 怎么办 他要取代我们 以后我们不用再写报告了 结果过了二十几年 大家还是写报告 写得要死要活 所以我相信每一次的 你不管工业革命 还是新的科技 其实人类都会去想到 怎么样去跟他去做协助 一定会有一部分被淘汰 可是也有一部分 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种 或新的工作 新的技能 所以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去乐观去看待他 就是我会想到一句话 就是悲观者总是正确 可是乐观者总会成功 对 我一直相信这一句话 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东西 难过也是一天 就算你讲的都是对又如何呢 事情也不会更好 是啊 那我只要赢你 我只要跑赢你就好 很棒 好那今天 如果你刚刚听了刘育尔老师 对于市局 破局跟造局的分析 你很有感觉 你也希望 重塑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会蛮推荐你 一定要参考 好好这一堂线上课 叫做刘育友的职场制胜赛局 然后呢 这个好好跟大人学呢 我们也合作了 提供一个很好的折扣码 要提供给各位听众 你可以看这个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有连结 然后如果你购买这门课程的话 你打这个优惠码 叫smalltalk s-m-a-l-l-t-a-l-k 就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 我先谢谢一友来到我们节目 蛮棒的 我觉得也许下一次 我们在谈数位游牧的时候 可以请你再来一次节目 谈谈你是怎么从上班族 一步一步变成这样 这么成功的讲师家顾问 好不好 好啊 没问题 谢谢优惠 好 谢谢你的收听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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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